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也都是龙头级的指标股 也都是涨多拉回 台湾的台积电当然也是涨多拉回 可是我发现很特别的是 在网络当中很多社团讨论区 大家都说哎呀头部出现了 特斯拉是一座高山的头部 台积电是一个M头的头部 多年来奔腾创高的纳斯达克肺半指数 这里长期的头部成立 所以我想这些言论 当然过去几年来 其实都是不绝于耳 没有停下来过的 只要涨多拉回的时候 大家往往就会把那个当下 可能跌了几趴 跌了几天放大解读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避免这种 可能只看短不看长的迷思呢 其实你要冷静想想 股价最终它要反映的 永远都是基本面 但是在这过程里面 它会受到技术面 它会受到筹码面 甚至它会受到市场投资者 心里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的股市 就算涨多拉回 多头的趋势都没有改变 那回到我常在节目中 所提醒大家的小跌小买 急跌大买 上一个波段台股呢 一度跌了1149点 跌破了月均线 而最近的这一次回挡 又最多跌到了922点 也是跌破了月均线 那好玩的是呢 我们回头来看技术面 这里就是1月底 2月初那一波回挡 短短的几天 很快就跌了1000多点 破月均线 如果我们把右边遮住 不看右边那一段 纯粹你看这里 好 涨多之后拉回破月线 很多人就会认为 这里就是要做头 要反转了 技术面来讲 破月线应该要停损出场 结果后面涨上去再创新高 好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这一波 也是一样 其实回挡的时间没有很久 几天的时间又跌了900多点 跌破月线 那如果你破月线停损出场 所以魏杨老师讲的 集谍你要大买 那我不是死多头 我一定要非常慎重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刚开始看我节目 你追踪我的时间不够久 你可能只看几个礼拜 你以为我一直在告诉你 这个行情会涨 那表示你对我其实是一知半解的 我绝对不是一个死多头 反而来讲我认为 必须要摒除多空的层见 看到什么讯号 那我们就客观地做什么动作 那我认为目前来讲 资金没有真正的紧缩 那景气是支撑股市最重要依据 所以是长多的趋势 短线扎再怎么样抢 它基本上涨多就应该要做拉回 那技术面今天一根红K出现之后 反倒变成又占回了所有均线 不是吗 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二十日均线 纠结过后 今天一口气全部又站上去了 所以你今天再来看技术面 这个又好像是台股转强了 那转强你又想买 想追的话 那会不会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地被扒来扒去 因为其实说穿了 台股我说了 指数短线要再大涨创高 不太容易了 那最有可能就是区间震荡整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先给大家一个做功课的时间 因为二月营收全部公布完毕了 前两天我们也陆续都分享了 怎么去看月营收的判断法则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全部的上市贵公司 请注意了 二月营收是呈现月减19% 年增27% 累计前二月是年增11.5% 那你把这个数字记起来 月减19% 年增27% 前二月年增11.5% 记起来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标杆 因为这是全体上市贵公司的表现 所以如果你要稍微 把手中持股拿出来 做一个基本面的检查的话 你可以看看你手中持股 是不是有比这样子的数据 还要更出色优异 回到个股上面 8431会赚科 上个星期周限周量 报天量做换手 那我们讲过 天量的背后 当然是大买跟大卖 才会形成成交量 那谁在这里买 谁在这里卖 事实上会赚科 并不是说盘面当中 利多满天飞的热门股 那谁在这里买呢 当然就是对于后续 他的业绩 他的转机 有把握有信心的人 那了解资讯可能比你我 都更找更多的人 那周限周量换手完毕之后 那我们看到呢 股价开始一步步的往上走高 3月4号逆势走扬大涨 3月10号股价拉到涨停板 3月11号今天的股价 一度又接近了涨停板 短短的几天 短短的几天 已经从7字头来到了9字头 那昨天我说过 昨天是爆量攻到涨停 那在这个爆量的过程里面 代表呢 又是一次短线的换手 那短线换手完毕 今天的走势就会很关键了 那当然今天的股价 是又往上创高 又接近涨停板 同时也又产生了另外一次的 更大成交量 所以今天因为它又爆量了 你必须要去观察它的移动支撑 昨天的支撑已经发挥作用 然后顺利的突破 所以昨天的压力不是压力了 那今天的支撑 明天同样的就变得很重要 那今天的高点是明天的压力 所以必须往上去移动观察 它的支撑以及压力 那当然这是短线上面 可能在操作上面 是不是要去灵活调整的 一些参考想法 但是不要忘记 刚刚我们所前面讲到的前提是 它在周线上面爆出了一个天亮 所以中线上面 其实才刚完成换手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3680加登 加登今天除息1.36元 那当然不啰嗦 直接就做填息了 好 这段时间 加登随着整个电子股 半导体股 也有些涨多拉回 涨多拉回 涨多拉回 那甚至一度还破了 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的 重要的颈线支撑 那颈线支撑破了 那当然技术面上来讲 它可能会稍微转为压力 这个是技术面上面 我们客观的 必须去参考的一个讯号 但是这个压力 它绝对不是影响到我们中线 看股价的方向 首先你可以看到 2月份的业绩 月减17.82% 年增61.12% 强不强 是强的 好不好 是比整体的数据 还要来得更出色 累计前2月营收 达到57.13% 那我希望大家知道 加登 现在1月2月 这样子的营收数据 是淡季之中的数据 那淡季之中 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这波当然股价 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拉回 但我并不担心 甚至可以说 我对它的前景看好 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基本上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样 稳定的信念 其实这个就是来自于 你对一档股票 你是在看它的股价 来随着股价起舞 然后操作 还是你是先了解 先研究之后 才开始进场投资操作 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看到股价涨 就想买 然后赚个价差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因为你的所有的想法 或感觉是来自于股价 股价强你就觉得它好 股价跌你就觉得它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做任何一档股票 一定是先研究 先了解 那再来评估进场 那进场之后 当然股价会有一些动荡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重新回归 基本面的检查 有没有改变 这很重要 那加登呢 是EUV光照合 全球为二的供应商 也是台积电 唯一的独家供应商 那当然目前不只是台积电 其他的半导体大厂 IDM厂 其实呢 都要开始导入EUV 极止外光 那我们讲 这EUV 其实随着台积电 发展先进制程 7奈米的时候 大概要用到3层 那5奈米要用到15层 倍增了对不对 大幅度倍增5倍 如果进入到3奈米 预估要用到24层 比起7奈米倍增8倍 那台积电我想呢 如果你有点也是信心动摇 忘记了台积电 它有什么好 请你回头去看看一些新闻 或法术会的内容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从7奈米持续领先的 坚定不移的往5奈米 3奈米走 这完全不变 那所以往这里走的时候 整个所谓光照层数增加的需求 它也千真万确不会变 那每一层都需要用到光照盒 所以这个需求就是这样产生 那谁吃到商机 独家供应商加登 所以我认为股价有拉回 但如果你抱不住 那可能是因为你只是随着股价 那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那再一次提醒各位 市场反而预估从2021年 光照的EUV光照核数 出货达到8500个 明年达到12500个 后年达到18000个 这三年也就今年明年后年 2021到2023年 对于光照的 对于加登的EPS贡献 合计达到53.9元 将近54块钱 你想想看艾斯摩尔的本益比 在50倍以上 那光照呢 所以不要再说光照去年 都已经涨多少了 那这个去年的获利多少 那现在本益比好像很高 这是不是非常客观跟正确的 因为一档个股 当然你可以去看看 它过去的财报 要检视一下 但是对股价 其实真正更重要的影响 是在于 那它未来呢 它的未来的营收跟获利 会到多少 这个比较重要 好 那2231维生 2月营收减少 造成股价的拉回 但是也不再跌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经过 利空淬炼之后的 另一次买点 特别值得留意 那因为新的 美国的电动巴士校车的专案 是从3月份之后 要开始放量的出货 所以它的业绩 其实是在后面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 好 那今天有一档新的个股 想跟各位聊聊 这档个股我暂时不公开 因为考量到 不想要打草金蛇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个股的背后 有特定分点的一些大咖在囤货 囤货就是 它并不是只买个一天两天 或者是只买个 这个几十张几百张的 各位看看 来自于这几个重要的分点 分别买了3700多张 1800多张 以及BG1000张 那这个只是 可能主要买超的分点里面 我列举三个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买超的时间 都持续了几个星期以上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户 应该是准备要来做 波段操作的一档标股 今天股价发动公市 大户买了那么多 当然不会发动完公市 一天行情就结束 就反转 所以当然有可能 或许希望它明天能够震荡 拉回一下 或者下个礼拜 可以稍微压低一下 那这个将会是 非常好的上车机会 那想要一起来 布局这两个股的朋友 大咖囤货的股票 有波段上涨的潜力 可以期待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怎么来操作的话 欢迎你可以在休息时间 跟我们做个联络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先进广告 大盘成交量 还保持得蛮稳定 蛮温和增加的 那其实没有放量也好 那基本上行情 就不会有什么 一下子过热反转疑虑 不过当然 因为量也不是回升到 3500 3800或4000亿 所以大概在3000到3500亿 成交量这样子的水准之下 类股它就会用 轮动的方式来推进 像前几天 当然可能是涨钢铁 涨金融 速化 那今天可能 当然金融股 也还是有一些表现 但是短线 乖离拉开之后 似乎也都有一些压力 那比较重要的是 今天开始明显崛起的 是电子股 那我想这个也刚好 就是印证了 魏洋老师在过去几天 跟各位讲的 电子股 这里是 站在波段的角度 该买的转折点了 该买的低点了 因为当大家 不看好电子股的时候 其实我在昨天提醒了您 未来的真正的主流趋势 还是在5G 还是在半导体 还是在电动车 不要因为它一时拉回整理 就认为这些趋势产业都不存在了 那当电子股占大盘成交比重 缩到六成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非常好的进场点 那今天其实包含 像金元代工的台积电 或者说像艾西设计的股票 其实今天走势都还蛮强的 那我认为应该是有机会 持续下去 那当然因为量 还是要看一下 如果大盘成交量 没有回到3500到3800亿的话 那股就会继续轮动 所以不用追买 不用追高 休息拉回的时候就是找买点 那这边回头去看一下 跟记忆体相关的股票 3006金豪科 我特别先提到它是因为 待会会让您对照一下 在记忆体个股里面 我认为金豪科整理的姿态最高 而且筹码也最漂亮 这一波它从97.5元 创高之后拉回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天 即便大盘或半导体股 在拉回的时候 它大致上就是守在 大概80到85这个地方 打出了一个底型 回檔幅度也不深 而且成交量马上缩下去 大户持股比率反而是增加的 目前千张大户持股 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股票充了一波之后 拉回做整理 大户没有跑 还加码 所以它的一个条件 看起来是最好的 最好 当然就有机会变成是指标股 今天股价慢慢的 在盘中出现了顺势量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一波比一波量大攻击 那往下我们看到就带起了 这个记忆体模组 3260威刚 那拉回幅度稍微升一些 不过基本上也都是维持量缩整理 其实筹码也都是相当的吸收 大户持股比也是创下新高 那维刚有机会往上化 另外中价位的实权 自然也会保持往上的联动关系 那不要忘记实权先前也公告过 1月份的单月EPS 0.48元 2月以后会更好 那整个记忆体模组厂商 如果让他们公告了 所谓第一季的季报 或者是单月的字节获利的话 我想这个都会是 非常值得期待的大力多 因为就获利的爆发性来讲的话 威刚跟实权 肯定是会比奈雅科来得更高更好 所以我觉得整个记忆体产业 走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是准备要足迹涨价的 光年初到现在 如果是说以标准型的来讲 大概影涨5成了 立基型的记忆体低润 甚至是涨了1倍 所以其实相关业者 其实如果你有坊间一些产业界的朋友 可以交流打听一下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今年到目前来看 营运状况真的是非常火热 所以股价短暂的拉回 并不是危险 反而都是机会 当然如果你手中已经有持股的人 我还是强调 你可以试着去考虑怎么做高出低接 毕竟如果你买的部位压得多 你有二三十张压在这里 那你可能要懂得拿出中间的 可能五张 十张 二十张 做一点价差 但如果你很忙 没有时间看盘 我觉得至少在波段上续报 都是安全的 好 再来我们如果 往下延伸 各位看一下大田 或者说明安 他们的技术现行 你有没有觉得 跟刚刚所看到的金豪科 威刚十全有点类似 一波急掌创高之后 拉回做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配合量缩 让筹码沉淀 持股者吸收 短线或没有信心的符合出场 所以目前来讲 他们算是刚开始进入整理 整个整理的时间 也许还需要再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我想成长的一个方向 也是没有改变 你可以看到前二月的营收都非常好 我们先前也提到 反而预估今年大田的获利 可以超过10块钱 逼近11块钱 明安今年的EPS 也可以超过8块钱 所以其实本益比 都还是非常的低 整个运动产业 其实本益比都有往上提升的空间 其中高尔夫球是最低的 这边来讲的话 健身器材的待遇 今天也持续的往上走高 我认为在接下来 除了营收公布完毕之后 特别可以去期待的 就是在它第四季的财报 即将公布 我想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它去年第四季的营收 其实它第四季的EPS获利数据 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再来就是1515的第三 今天也是大涨的 股价也开始出现 突破之后的续创新高 短多还是持续的占上风 1736 侨3 这一波也有机会慢慢的跟进 所以整个运动产业 其实我认为都是 在投资组合配置上面 大家也可以去留意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些相关的个股 其实业绩面表现真的都很不错 重点是如果股价整理过后 回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阶的时候 至少你就可以有一些短线价差的空间 从上个礼拜 我们告诉大家 十年磨一件的会赚科 这一次真的跟以前的转机是不一样的 往年常常说转机 结果可能到最后 业绩没有增得起来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股价经过了周线的爆量换手之后强攻 到目前今天已经即将要 从九字头要的挑战三位数了 如果你已经错过会赚科 下一档大咖囤货的股票一定要把握 这档个股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特定的主力大户 连续的大量吃货 股价今天也开始发动攻击了 后续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不用去猜这是哪一档 也不用去做盘中的追加动作 魏洋老师都会帮你规划好 好的买卖策略 一个完整的买卖一定要搭配 包含理想的逢低买点掌握 以及未来目标价掌握 这样子而后你进场之后 遇到股价的波动震荡 才能够安安心心的操作 如果持股上面操作上面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欢迎大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